朋友们大家好 这节课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最基础的jsx语法 依然打开上节课我们写的代码 我们打开程序的入口文件 index.js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这有一个标签形式的代码块 它的意思是使用app这个组件 好我们再打开app.js这里 这里一个组件具体渲染的内容 是用render函数返回的结果所决定的 这里面我们返回了一个div标签 那么大家知道 以前我们在写这种元素的时候 写div标签的时候 我们一般都是在html之中写的 那现在呢 我们把这种标签写在哪里了 写在了以js为jever 后织的这样的文件之中 所以其实我们是在js里面 去写一些hml的标签 那么在react之中 我们在js里面去写的这些标签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jsx语法 大家可以看到 在react之中 jsx语法和普通的js语法 有一些区别 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呢 以前如果我们写普通的js语法 你想要渲染一段hml文本的话 一般会这么做 去返回一个字符串 hello word 那如果我们这么去写 我们去运行我们的代码 大家可以试一下 它是运行不起来的 在react之中 jsx的语法不需要我们在外部 加这个单引号或者双引号 我们直接写这个div标签就可以了 这是jsx语法的一个区别 好 接着我们再来说 在jsx这种标签的写法之中 我们不仅仅可以用 hml的一些标签 比如说div span p 还有he h2这样的标签 我们呢 还可以使用自己定义的一些标签 那打开index.js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面 app就是我们自己定义的一个标签 那在jsx语法中 我写一下 如果我们要使用自己创建的组件 我们呢 直接通过这种标签形式 来使用我们定义的组件名就可以了 那这里呢 有一点需要大家注意 当我们使用app这个组件的时候 大家来看 你不能这么去写 把这个开头的a写成小写的a 这里呢 用小写的app 实际上这种写法 jsx是不支持的 那在jsx的语法中 如果你要使用自己的组件 那么组件 开头 必须以大写字母开头 这点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好了 之后呢 大家再用这种jsx的标签语法的时候 自己就应该有一个感觉 当一个标签是以大写字母开头的时候 那么在jsx里面 它一般就是一个组件 如果呢 你看到一个小写字母开头的这种标签 那么一般呢 它就是原始的这种h5的标签 OK 这节课呢 我们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jsx语法最基础的内容 如何去在jsx里面 引用h5的标签 如何在jsx里面 去引用自己的组件 好 就到这里 大家加油 再见 再见